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小轎車車頭撞爛卡在馬路中央 路過的遊客趕緊停車查看想要協助 消防隊員下車後帶著破壞器材 趕緊破壞貨車車頭 把46歲的貨車乘客拉出車外 小轎車31歲的許姓駕駛 則是頸椎受傷動彈不得 我們隨意就要立即將小轎車的傷者 以緊急救護技術來給它固定 後來來送醫 趕來的家屬說 今天剛好是許姓駕駛的生日 早上載著蛋糕草莓和拉炮 準備今天下班後請生用 沒想到竟然發生車禍 它是1月2號生日是不是 對啊 已經有說好說要來公司慶生這樣 對 這聲音沒辦法慶生啊 就在南投集集綠色隧道附近 小貨車和轎車迎面對撞後 兩車三人全部受傷 所幸三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GTV新聞綜合報導